即使是最好的计划也会出错,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有些计划与最初的目标相去甚远,以至于其结果变得非常滑稽。 从军事失误到灾难性的街头游行,这里有一些计划,包括最近的和历史上的,确实没有按照预期进行。 著名的面孔 在绘画或雕塑中捕捉某人的肖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并没有阻止一些艺术家试图通过创作一些有问题的雕像来向名人致敬。 虽然试图用雕像时某人不朽通常是一种荣誉,但葡萄牙足球明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这个雕像更像是一种侮辱。 克里斯蒂亚诺的雕像于2017年节目,当时葡萄牙将马德拉国际机场更名为马德拉国际机场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以其著名的出口命名。 说起来很有道理,但这座雕像所获得的关注并不是雕塑家伊曼牛尔·桑托斯所希望的那种。 互联网上出现了广泛的批评和嘲讽,对这个面容古怪、面带惊恐的雕像进行了嘲讽。 桑托斯后来创作了一个新版本的雕塑,但它的第一个版本永远不会被遗忘。 不过,与这个耐人寻味的作品相比,罗纳尔多的雕像似乎是一个剧作,据说他描绘的是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 艺术家Else Seppek白天是个管道工,晚上是业余电剧雕塑家。 我们只能说,他不是米开朗基罗,巴尼的感恩节横冲直撞。 恐龙巴尼是关于家庭的,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它会被用在1997年梅西感恩节大游行中。 但是,当60英尺高,充满氦气的气球被墙风卷起时,这只可爱的恐龙变成了一场可怕的噩梦。 混乱随之而来。 惊恶的围观者的尖叫声也随之而来,因为很明显,巴尼的饲养员正在努力控制住它。 在紧张的时刻,巴尼威胁要压死围观者,并把他的操控者抬到曼哈顿的天际线上,巴尼被一根蹬住刺穿。 他不幸受伤,并在剩下的游行过程中,安全地躲在一个足够重的警察身下。 但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在游行的其他地方,当时一个六层楼高的帽子里的猫撞上了灯柱,把他的一部分直接撞到人群中。 两名妇女头部受伤,并对梅西百货提起了诉讼,无费吹灰之力地付出。 2014年,当无数消费者声称iPhone6 Plus在他们的口袋里弯曲时,苹果公司面临反弹。 不可避免的是,苹果的竞争对手利用这个机会嘲弄苹果,并宣传自己的智能手机。 然而,当LG法国公司在iPhone上发布他们的嘲讽推文时, 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完全破坏了他们的观点,并将所有的嘲讽都转嫁到自己身上。 我的天!快闪足的失败。 当你听到快闪足这个词时,你会想到一群有趣的、跳舞的人,他们为了幽默或作为社会声明而聚集在一起。 但是,就快闪足的性质而言,事情总是有可能出错的。 当一个快闪足在西班牙Plecher di Arrow形成时,他们只是假装是狗仔队在追赶一个名人, 而这个名人实际上只不过是希望成为一个幽默实验的另一个成员。 不幸的是,人们误以为暴徒的三脚架和自拍杆是武器,他们在极度恐惧中逃离。 在随后的踩踏事件中,有11人受伤。 这场灾难性的快闪活动背后的5名德国恶作剧者被指控犯有公共秩序罪, 而且估计他们不再看到有趣的一面。 戴帽子的人要戴帽子。 公共场合的混乱并非纯粹的现代发明。 当一个18世纪的英国人第一次在公共场合戴上一顶大胆的新帽子时, 同样灾难性的混乱也随之而来。 成为时尚人士需要承担一些风险。 但1797年1月,服装商约翰·赫瑟林顿的时尚声明成为一场时尚骚乱。 这都是因为他戴着一顶优雅的丝质高帽出现在公共公路上, 这也是同类产品中的第一个。 根据当时的无数报道, 几名妇女因无法应付这套激进的服装而晕倒。 而孩子们则尖叫起来,狗也大叫起来。 尖叫的人群甚至践踏了一个小男孩, 他的右臂被踩断。 约翰被指控破坏和平和煽动暴乱。 他被要求缴纳500英镑的保证金。 赫瑟林顿对同时代人对变化的极度恐惧感到震惊。 他断言自己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只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 佩戴自己设计的头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种设计后来变得非常流行。 我向你致敬约翰、 赫瑟林顿。 最甜蜜的求婚 每个人都希望他们的求婚是令人难忘的, 但这种希望通常不包括举及诊事。 2009年, 当李德·哈利斯决定向他的女友凯特林, 惠普尔求婚时, 他认为将订婚戒指藏在他的奶昔中, 是一个有趣的想法。 不幸的是, 他们的一个朋友提议他们比赛喝完这杯奶昔。 令李德惊恐的是, 好胜的凯特林立即掀开盖子, 把他的奶昔咬了下去, 把戒指吞了下去。 当他们到达急诊室时, X光检查证实, 戒指确实在他的胃里。 李德后来用戒指的X设限图像向凯特林求婚, 他接受了。 两天后, 在经历了一段永远不会忘记的旅程后, 戒指重新出现了。 让我们希望, 凯特林在戴上他之前把他洗干净。 菲尔杰 这本该是一个梦幻般的周末, 在巴哈马一个曾由巴伯罗·埃斯科瓦尔拥有的私人岛屿上, 充满了好音乐、 私人飞机、 健康活动、 别墅和自由流动的酒水。 所有的关注都应该是为了推广预定音乐人才的FIRE手机应用程序。 相反, 当客人到达被炒作的FIRE音乐节时, 等待他们的只有失望, 因为它是一个烂摊子, 立即被取消。 音乐节并不在自己的私人岛屿上, 而是在一个大的多的岛屿的一个不那么迷人的角落。 独家别墅变成了救灾帐篷, 原先承诺提供的名厨菜肴变成了可悲的奶酪三明治。 门票起价为1500美元, 包括从迈阿密起飞的航班, 节日门票、 餐饮和住宿。 时刻们说, 现场就像饥饿游戏, 人们在争夺帐篷和床垫, 寻找丢失的行李。 这个臭名昭著的误导性欺诈的例子骗到了无数网红, 他们渴望找到素材和场地来发Instagram, 却被利用, 挫败不已。 节日的主要组织者比利、 麦克法兰、 比利·麦克法兰、 从开着用投资者的钱支付的豪华汽车, 到因参与欺诈而被判处六年联邦监界。 失望的是, 那些被困在那里的不幸的工人, 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报酬。 而那些为这次经历付出了一小笔财富的人也是如此。 飞向宇宙, 跌落池塘, 电视直播常常显得如此令人兴奋,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是, 当福克斯五号新闻早间广播的制作人, 在2011年的圣地亚哥游艇和船展上, 用一个穿着水上喷漆背包的人开始他们的节目时, 我不确定他们, 或者现场的主持人是否会想到这个。 穿制服的男人 列支敦士登位于瑞士和奥地利之间, 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 它是仅有的15个没有正式军队的国家之一。 但它在过去确实有武装部队。 1866年, 在普奥战争期间, 该国派出了一支80人的军队。 回国后, 他们惊喜地发现, 自己没有打过败仗, 也没有遭受过伤亡。 这是避免所有战斗的结果, 但是谁有资格来评判他们的战略呢? 毕竟他们的记录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 以至于他们不仅带着全部80人返回, 而且还多了一支部队。 他们在旅途中遇到了一个意大利人, 他对他们自称的成功和军事纪律印象深刻, 于是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 浪费的机会 在美国内战期间, 在安提塔姆战役中, 联邦将军乔治·毕·麦克莱伦得以将他的克星, 联邦将军罗伯特·伊·李的作战计划拿到手。 对于知道这一发现的联邦支持者来说, 胜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 尽管这样一个幸运的突破为成功提供了看似明确的途径, 麦克莱伦还是过于谨慎, 高估了李将军的部队数量。 他对信息的反应也太慢了, 花了18个小时才让他的军队开始行动。 在所有的拖延中, 李得到了联邦军队逼近的消息, 并派出部队来填补缺口。 这使他有时间收集他分散的部队, 并重新评估他的计划。 麦克莱伦的军队本来可以完全摧毁敌人的部队, 但却面临着重大的伤亡, 而且无法在南军撤退时追击他们。 可以理解的是, 事件发生后, 林肯将麦克莱伦调离了他的指挥岗位。 Hamburger糟糕的一天, 如果你想避开警察, 你可能不应该穿得像个逃犯。 有人看到这名男子试图以最隐蔽的装束搭上驾车者的车, 但他是否从身后树林中的监狱吊人服装派对中走出来还不清楚。 不出所料, 他的装束吸引了一些警察的注意, 就像飞蛾扑火。 感到困惑的警察搜查了这个可疑的搭车者的包, 发现了大量的毒品用具和其他可疑的物品。 他被戴上了手铐, 并被关进了巡逻车的后面。 即使他一开始就没有去那里, 我想他也可以免费回到监狱了。 他肯定会适应的。 来自俄罗斯的爱。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可能已经走遍了世界, 发现了新的土地, 但他的雕像的全球冒险却明显不那么成功。 90年代初, 俄罗斯决定向美国赠送一座重达600吨, 高350英尺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雕像, 以纪念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500周年。 但似乎收礼者认为这份礼物有点过分, 毕竟它非常俄罗斯化, 具有明显的工业化外观, 有人称之为可怕的丑陋, 但我更愿意将其描述为无产阶级的时尚。 1993年,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拒绝了这份礼物, 有人戏称其为克里斯、孔。 巴尔迪摩、纽约、 劳德戴尔堡和麦阿密在俄罗斯试图用雕像的枪支金属魅力来诱惑他们时, 都纷纷效仿。 这座高度为自由女神像两倍的雕像, 最终于2016年在波多黎各找到了家, 但我不禁想, 老克里斯一定觉得有点不受宠, 也许他的设计师Zorob Cerite 可以召集另一个建筑团队, 为孤独的克里斯建造一个超大好女友。 纪念性的讽刺 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哈罗德·霍尔特纪念游泳中心的故事, 是他们在想什么的历史上最伟大的例子之一。 该中心由澳大利亚建筑师Kevin Borland和Daryl Jackson 于20世纪60年代建造。 他原本被命名为马尔文市奥林匹克游泳中心, 但在总理哈罗德·霍尔特于1967年12月突然去世后, 这个名字被改变了。 一个好的姿态, 当然。 但是, 重新设计时, 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讽刺因素, 那就是首相是死于溺水的。 也许将他的名字与需要学习游泳的含义联系起来, 并不是最周到的纪念活动。 不过, 如果他们挂上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警告, 学会游泳, 否则就会像他一样完蛋。 这可能会鼓励人们出于纯粹的恐惧而加入进来。 对我来说, 这似乎是相当激烈的营销。 在这些故事中, 哪一个的结果是最荒谬的? 你能想到更多缺乏远见的历史面孔吗?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 谢谢你的观看。